咱们今天做的是一道糖醋藕胶 算是像传统致敬的一道菜吧 藕胶承载了多少老北京人的记忆 今天张先生要向传统致敬 为您送上一道酸甜可口 开胃下饭的糖醋藕胶 但传统可不等于没看点哦 太棒了 我这绝对摆中跳门的水色 看点一 塑料袋摇晃大法 让藕均匀裹上淀粉 先来一点酒 也太颠服了吧 看点二 调馅加米酒 更香更鲜更美味 糖醋汁的分南北 咱们今天调的这道本汁 看点三 什么是南北糖醋汁 窍门究竟在哪 看贫嘴张大民 如何做出像传统致敬的糖醋藕胶吧 我经常会一不留神 把什么食材泡到水里 但今天您的意思是必须得泡个水里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藕坦丝联嘛 就把切下藕之后 为了好处理它 根本是泡水 后边比较好处理 您的意思这样就不会藕坦丝联了 那你都看看啊 还真是太厉害了 立竿敬影 看一下水就不会藕坦丝联了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藕一定要切到四毫米左右 这样才能保证最厚的口感 切完之后继续泡进水里 肉馅选择上来讲的话半肥半瘦 更油润是不是 对更油润 更这个肉馅味更浓 更浓 那咱们 您怎么现在馅往里打水啊 一斤肉馅三分钟水打馅 水打馅 所有做的这个肉馅 想要吃出一个好的口感 一定要先加上来 哦 二十七年的从业经验 对 真的 这个是一定要 育肉馅先打水 什么料先冒加呢 什么料先冒加 如果一旦加完料之后 你的肉馅就打不进去水 哦 这么回事啊 对 一斤肉馅三两水 这个比例您记好 水要慢慢浇哦 那接下来调味 我们是不是调的好吃 也有嚼嚼 对 对 有几个 关键 关键 先来一点酒 咱们这个 也太颠覆了吧 哎 这这 先来一点点酒 等会等会等会 什么酒啊这是 米酒 为什么 为什么会先往里面打米酒 先加一点点米酒 让这个 它来中和这个肉的馅味 哦 馅气味先得去定了 对 还就得拿米酒去 咱们其实在家里边 如果要是用料酒 也不是说不可以 嗯 但是料酒呢 在烹饪过程之中 尤其是这儿加在这个 我盒子这个中间 嗯 它料酒味特别容易 突发不进 对 吃的时候会带一点 那个料酒 味道 有的人 哎 米酒不坏 哎 米酒不坏 你可以 对 米酒本身 我觉得米酒要带它的味 反倒很香 哎 哎 窍门进我家 我家传给千万家 今天这条馅儿的秘诀 就是不加料酒 加米酒 更香更鲜 更美味 好有 明明是向传统致敬 结果还是被颠覆了 然后这时候咱们加一点鹽 嗯 这会儿再加鹽呢 把肉馅儿搅拌均匀之后 就该处理藕了 张先生今天可是带着神器来的哦 哇 您干嘛 您都走回家了 对啊 哎 这就是小神器 什么 您没开玩笑吧 神器竟然是塑料袋 这藕 需要两面都拍均匀 薄薄一层生粉 您怎么办 哎呗 对吧 拿一盘子 对 然后倒上一堆电粉 然后这 咔这 沾完造神器的电粉 干嘛使呢 是 那您呢 哎 很健康嘛 对吧 家里边做塑料袋 找一个食品级塑料袋 食品级塑料袋 食品级塑料袋啊 不能下水 然后呢 咱把这好盆放在这边 哎 哎 展开了放 展开了放 放在这边 啊 哎 这窍门进来是塑料袋 哎 特别简单 太邪忧了 而且你还要不要 就是在家里边做这个的时候 做个别人工临动的 满市里的电粉 是 您怎么知道的 是吧 哎 就我都每次做完了 这个 微信都是刮的 哎 天啊 真的吗 我一定要说我们的口号了 敲门进我家 我家真的要存给天亮家了 哎 做偶尖 拍电粉的敲门 竟然是塑料袋 我家记严肃了 嗯 我懂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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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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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他 哦 看看看看看看 看他 看他叫薄 嗯 哦 这么匀啊 哎 快看 哎 看 不薄 不厚 哎 薄薄一小层 就够了 你看而且还好均匀 天啊 是窍门吧 太棒了 我这就绝对 摆住窍门的水测 一个塑料袋 就能让藕 均匀的裹上淀粉 这窍门 必须点赞呢 鱼也行 虾也行 肉也行 都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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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凡你想裹个淀粉 反正就有这招 没错 接着把肉馅 加在中间 油温六七成热时 就可以下锅了 那咱接下来调味了 咱们下面就要做一个糖醋汁 哎 看看糖醋汁 糖醋汁其实真的不好调 是不是 其实特别好调 糖醋汁呢 分南北 哎 咱们今天调的就是叫北汁 北汁有什么特点 北汁呢 特点呢 就是 用一句话的概法 北汁呢 就是用醋 和糖 做完之后 不加番茄酱 用醋来找色 南汁呢 咱们就是用番茄酱 哎 然后呢 咱们再加这个白醋 加白糖 那是南汁 这是北汁 北糖醋汁 头一步 把葱蒜煸香 米酒 米酒 放大汁了啊 人家这汁里居然放酒 哎 这个酒是小香香的过程 香香 哎 把这个葱和蒜的香味 这个呢 很浓郁 放一点 后又起来一个明盒 就这样 一个醋 对吧 那个有一个自然菜的效果 对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需要下一个糖 接着加入少许酱油调色 最后烹入米醋 和糖的比例是一比一 炒香之后 倒入炸好的藕夹 这道菜 就是起火了 太棒了 来 这个糖醋汁汁真是绝了 甜酸 但是有厚度 然后 它这个藕啊 不面不碎 刚刚好 它这个味真的是三层味 然后混合在一起 谁也不爱着谁 真棒 一道糖醋藕夹 看着就让人欲罢不能 炎热的夏天 酸酸甜甜的味道再合适不过了 电视机前的您 赶快试试吧